今天最大的新闻恐怕就是华为磨刀霍霍向百度 华为向后者亮剑真可谓是一键石雕 而且这种资源的再整合以及上路的重铺垫 每一步都走得相当稳相当扎实 9月10号到12号华为2020开发者大会 继续成为世界开发者一年一度的欢聚盛会 鸿蒙2.0,IoT,华为Research都是热点 尤其是海外魔剑 刚好半年的已经积累了百万欧洲用户的Petal Search 也叫花瓣搜索 将出口转内销,栽域归来 让国内搜索一哥市占率60%的百度只剩颤抖 今天新闻继续通过不同别人的视角 深入简明的独家分析一下 为何华为这次重新整合自身优势的软件资源 以及国内先天的硬件资源去全力强攻搜索领域呢 为什么其杀伤力称得上是一键石雕呢 其一和谷歌搜索一样 华为搜索既是搜索引擎内的服务 也是华为HMS的核心内容 用户可以通过它搜索新闻、天气 还能自定义搜索类别 包括新闻、图片、视频等内容 跟谷歌如出一辙 很明显 今年三月份华为就已经重兵布局的华为搜索 旨在打造HMS的架构 彻底摆脱谷歌的GMS 其二 在全世界当人们使用手机查找信息的时候 89%的人会使用谷歌 而排名第二的搜索引擎 中国的百度根本算不上谷歌的直接竞争对手 因为只有8%的人使用百度 而且这8%的人都来自于中国大陆 是谷歌边强莫及的地方 所以在欧洲市场默默耕耘半年的华为搜索 打通任督两脉 让一个引擎可以全球通用 其战略优势不言而喻 其三 谷歌的发展模式才是华为偷师的终极目标 华为的HMS服务对标谷歌的GMS服务 甚至连名字都形同孪生兄弟 而在谷歌的GMS当中 搜索是核心中的核心 重中之重 不仅是消费者的必须 也是谷歌获得广告收入的重要入口 眼下华为HMS生态的商场已经搭建好 就要开始招揽商店入住了 也就是开发者 再到就是吸引顾客 也就是最终用户 流程完成 这个时间点就该轮到华为的搜索发力了 其四 众所周知 鸿蒙系统是华为人在手机领域生死存亡的根本 2019年5月中 实体清单事件后 华为不能继续使用谷歌GMS服务 这曾是灾难性的打击 为此 华为很快就在8月份宣布推出鸿蒙系统 以及HMS服务 在华为的整体规划中 搜索是HMS的重点 而HMS又是鸿蒙系统的重点 华为搜索在整条华为生命线中的战略意义可见一番 其五 华为搜索是华为爱尔兰子公司开发的 严格遵守了欧洲的隐私条约 HMS的地图也是欧洲公司开发的 欧洲的血统让美国人无法继续挑剔和智慧 这种以疑质疑的战略考量 让华为的HMS以及鸿蒙系统 老是被人怀疑老是被人诟病的安全性 得到了最大的保障 其六 毛主席说过 政治就是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我们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任正非算是把这种思路活学活用到了极致 华为利用过往的资源和人才的优势 把欧洲绑上了自己的战车 还帮助欧洲打造起了自己的互联网生态 让华为欧洲化算是任正非的一部暗棋大棋了 毕竟在欧洲人的眼里 美国的谷歌并不是个友好和信得过的朋友 其七 华为搜索之所以是华为战略中的重中之重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搜索所带来的巨大的导流量 使用谷歌搜索 所有结果都会导向谷歌的地图 音乐 天气 YouTube等核心的相关产品 谷歌搜索如果不存在了 那么谷歌的其他产品也就没有竞争力了 所以在这个讲究大数据的年代 掌握了搜索引擎 特别是移动端的搜索入口 就能顺带掌握了数以亿万计的用户数据 而这对于科技龙头公司来说 价值堪比钻石或者黄金 其八 国内搜索一哥百度 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真正对手出现过的老牌公司 面临华为谋求生存的假道华国 一开始只有危机 到现在就只剩哀叹了 华为作为妥妥的软硬通吃的技术霸主 同时拥有服务器CPU和整齐技术 国内份额前五的云计算技术 手机量全球前三的庞大终端市场 面对这种科技巨无霸的降维打击 百度的任何挣扎都是徒劳 其九 百度尽管被诟病良久 但它的信息储量倒也是不容小觑 而且贴吧百科乃至百度投资的模糊 都是搜索内容的基石 说难听点 百度打算玉石俱焚的话 对华为搜索断流也是两败俱伤的事情 强强联手或许是另一种双赢 无论如何 华为把一个手机成像技术都做得如此出身入化 业内无出其右 在搜索领域打造出另外一个高峰 也未可知 在华为不断调整方向 整合技术力量的同时 重新洗牌 重新整合国内的市场 对于广大用户而言 都是好事 其实 既然这次建置了百度 下次建置抖音也有可能 因为华为加抖音或许走得更快 更高 更远 谷歌在2006年收购了YouTube 并成功开创了一个新行业 YouTuber 随后 YouTube的平台上造就了无数一夜爆红或者一夜暴富的传奇 所以十几年来YouTube不仅成为影片网站的霸主 更成为谷歌的人气收割机 去年前十名的YouTube网红 年收入总共就有小两亿美元 然而2016年异军突起的抖音 在全世界的越活用户数就已高达5亿 号称18亿用户的YouTube 随时有可能被领导未来的更年轻的对手所取代 这就是华为和抖音共同的机会 我在8月31号1017就提到过华为的思路 相当伙伴 个人感觉美国的持续打压下 华为人必定会不断的寻找出路 寻求突围 这回华为和谷歌打架 居然把百度给整死了 相信不远的未来 华为踩着百度的尸体 把谷歌走过的路都走一遍 可能性极大 至少华为的搜索是可以拓展到PC端的 所以一个貌似Chrome的华为浏览器 应该很快就横空出事了 好了 新闻今天就讲到这儿 如果您感觉华为整合国内市场利大于弊 欢迎在评论期中打入一字 如果您觉得百度危机有些可惜 欢迎打入二字 新闻欢迎各位多多点赞 多多转发 多多赐教 我说 华为半年磨一剑 剑指百度换新片 长胆卧心摆磨链 整个消一待明天 2020年9月9号 李新闻与您一道 诗和远方 如果您已经点赞 您就无需考虑点击铃铛 因为新闻每一天 天天在眼前 如果您已经评论 您就无需考虑点赞支持 因为评论每个字 字字是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